其實你會發現格式化雖然也方便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這邊你要自己捲動 捲動下來看 這樣其實蠻不方便的 所以後來我想到我們換一個方式 那你乾脆就幫我把前七名的號碼列在這邊 列個表比較好 所以22467 剛好七個 你就幫我把這個七個號碼 直接列在這邊 然後讓我知道說到底哪七個號碼 這個就是我可能 下課之後如果經過投注站 我可能就特別針對這幾個 舉例不是真的 然後我希望我有七個號碼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它拿來參考 那我該怎麼做 那這個只是舉例 這是範例 不是真的叫你去算那個名牌 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我發現我上課講這個的時候 把影片放在YouTube 結果底下很多留言就是 叫我教他算那個 怎麼算那個 中獎機率 因為很多啊 其實他們每天都在算名牌 想要知道到底哪一個號碼 機率最高 但我們重點不是在這邊 我們重點是 在了解 E-Sale裡面的功能 還有VBA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把這個列表過來 那所以邏輯有點像這樣 程式其實跟剛剛的格式化有點類似 你這個意思嗎 4i等於第二列到第43列 往下 然後如果它的條件 是小於等於7的話 那剛剛呢 它是把底色改成黃色 那這裡有點不一樣喔 我們不是把它改成黃色 而是呢 我們希望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地方 把這個號碼 有沒有 直接就幫我把它放到哪裡呢 直接就放到這裡 放到這裡 比如12號 然後可能後面是21號 比如27號 等等的 就把它放在下面 那有點是說 把它找到的那個儲存格 複製到 複製啦 有點像複製喔 複製到指定的儲存格的位置 那這個地方該如何寫 OK 所以喔 這樣的話 如果可以把這個程式寫 很方便按下去 7號碼馬上列出來 我就知道說 我應該 這個 哪些號碼是重點是最高的 OK 前七名 那當然一樣有個清楚啦 好 那寫的方法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要寫剛剛的那個 OK 所以如果我要寫剛剛講到這個 功能的話 第一個 一樣先到那個Visual Basic 然後 寫一個前七名 前七名的話就是 先一樣Sub 好 接下來的話 那怎麼寫比較快 其實跟各位講喔 這個程式呢 基本上跟剛剛格式化蠻像的 那有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剛剛是把A藍的底色變成黃色 那現在其實外面的程式回軒啊 邏輯判都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是把A藍裡面的資料 複製到指定的這個儲存格就可以了 所以喔 第一個step 我覺得應該最簡單的方法應該是 直接把格式化的程式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前七名 第二的話呢 把這個改一下 那A藍裡面現在的資料 我怎麼去指 指向它呢 其實就是這樣 Interior color這個delete是這樣 其實喔 這個資料 其實就指的是這個 所以喔 它就是它 但問題是 它怎麼樣可以把它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這裡 就是 等於第二個儲存格 那如果你要複製的話 很簡單 在VBA裡面喔 其實只要加一個等候就可以了 等於 但是記得喔 如果你要把什麼東西 複製到另外一個地方的話 那請你把你的來源寫在後面 你要複製過去的寫在前面 那我們要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我假設你拿這個來 先放到前面 那我要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F欄 所以我知道這邊應該是F 那可是我不能用I 因為I的話 它應該會往下 也更變13 所以變成放F13 不對啊 我不是放在這裡啊 我現在放在F2的位置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它第一次放的時候 是放在第二列 然後呢 每放一個之後 讓它往下一列的話 那用什麼方式 來給它這個 放的位置的列 這裡的話呢 我想到的 恐怕就是 再加一個變數 其實就可以解決 變數那怎麼加 我的習慣這樣 第一個喔 我希望它第一次放在第二列 所以呢 我就在FOR一列上面 加一個變數名稱 也叫K K呢 你第一次 先從二開始放 那指的就是說 我第一次喔 放在F2 所以這邊 就把它改成K 所以你會發現 我如果把它執行的話 它會出現 但是你會發現 為什麼是39 因為它找到了 這個 然後它 下一個找到21 會把 因為還是放在F2 所以把它蓋過去 所以你會發現 最後一個應該是39 那我們理論上 如果不要它蓋掉的話 應該要再加一個 把K怎麼樣 像一個就加1 所以啊 如果你希望讓它下一個的話 請你在 複製完之後 下面多一個序數 K等於K 加1 就可以了 OK 把它加1之後 重回去 所以 K等於2 加了1 變3 重回去 所以特別之外 它是把後面的計算結果 存到前面去 它原來是2 2加1 變3 那3加1 變4 所以它會2 3 4 一直往下 OK 好,試一下喔 程式寫完了 OK 所以拿弄一下 看看OK不OK 資金 有沒有發現 12 21 27 28 一直到39 所以沒錯 OK 所以我剛剛 這個前七名 主要怎麼來的 因為主要它的邏輯跟格式化很像 所以我先把格式化的這個程式複製過來 那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 把格式化這個地方前面再加上 那個資料 複製到F欄的K K列的位置 那所以我需要第二列 它一直往下 一直到第一 應該是第八 一直往下 一直加1加1 所以我增加一個變數叫K 那K為什麼等於2 因為它從第二列開始放 那每複製一個之後 幫我向下一個加1存回去 所以底下在K等於K加1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加這個K其實還蠻方便 K還蠻萬用的 未來很多地方其實都可以用 類似的方法把它完成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清除 所以一樣 這個地方就把前七名清除 再加一個清除 然後清除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反正這個 就不需要這麼多了 所以理論上你要寫清楚 應該什麼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八列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應該是2到8 Enter兩下打一個next 然後next之後的話 f欄嘛 所以sales 這個地方是 i列的f欄 有沒有 所以它會先清 那清除的話就是等於空的 這樣OK了 所以把 f2 f3 f4 一直到f8 逐一的清掉 OK 所以這樣輸出 這樣子清除 不過 如果你假設你清除的話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寫法 因為我們這樣的話 是一個一個一個的清除 那你想說老師 那一個一個清除 有什麼缺點 如果你 數量少 像這個只有七個還蠻快的 可是如果你有七百七千個 它變得慢動作 就慢慢清 所以我建議 未來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你可以再學一個叫範圍 然後我建議是先把它註解一下 這個範圍 我按右鍵這邊有個編輯 然後你把這三行選起來 註解一下 為什麼要註解 因為我不確定 刪掉之後 後面 這個程式可能我要比對一下 我不要刪掉 我想要比對 我是建議啦 你換一個方法 把它當範圍 因為它是做一樣的事情 什麼事 清楚嘛 那所以呢 我是建議 你就不要用儲存格的方式 因為儲存格太慢了 你可以告訴它說 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 F2 所以你可以投從F2 冒號到F8 它要做一樣的事情 等於空的 這樣來清資料 跟各位講喔 效率會是這個的八倍 你目前看起來 應該七個啦 七倍 為什麼 因為它是做一次 兩次 等於七次 但是這個只做一次 所以執行的話 會比較不會拖泥帶水 但是目前可能看不出來 未來喔 如果你假設你是清除 清除大量的 清除大量像這個 這個 勒頭彩這個清除啊 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就有一點點那種 很慢的感覺了 但是這資料還是不夠多 所以啦 同樣的道理喔 如果你要把 格式化清除 改成 一樣的 按右鍵 編輯一下 這些 一樣的道理喔 如果你不要 用一個一個的清的話 因為它等於是 2到43 等於42 等於42 乘4 等於要清這麼多 那如果你想要一次清掉的話 一樣的道理喔 OK 請你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把它註解 我先不要刪掉 因為如果你把它 Delete掉 當然很快 可是你沒辦法比對 到底有什麼差異 所以我建議啦 你可以把它留下來 前面加單引號就可以 然後呢 改成Range Range的話怎麼改 一樣嘛 從B2 到哪裡呢 到1 的43 所以你就打Range 然後 這個是B2 然後 等於 B2 等於它左上角 那個 冒號就是 到 1 43 然後 後雙5號 等於 清除就可以 那這樣的寫的好處喔 基本上呢 效率喔 應該是這個的話 可能是 數百 應該是42乘4啦 那所以應該是超過100倍以上 執行給各位看 完全應該是拖泥帶水 有沒有 它不會像剛剛是 有點閃爍的感覺 不過現在電腦應該太快了 所以感覺還是不太出來 不過未來喔 你的資料量越大 那當然喔 就有必要喔 把它寫成Range OK喔 所以執行 樂透財 清除 清除的話 就相對可以把它改一下 那你說還有什麼地方 可以做一樣 一樣啊 這個格式化清楚 也可以啦 格式化應該是這個範圍 A2 到A43 所以喔 如果你要格式化清楚 你一樣可以把它改成 不要用那個 這個Sales 而是用Range 所以這個怎麼改呢 一樣喔 用Range 當然啦 也就是說 如果它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比如說 全部 都是 沒有資料 或者沒有底色的話 那我們就是 A2 冒號 A43 然後呢 做什麼事呢 點Interior Color等也沒有 不過你會發現 很妙的一點喔 剛剛Sales加瓜糊 點下去是不會出現的 但是Range有瓜糊 點下去還是會出現喔 欸 這個地方 是它兩個不一樣喔 點Interior 點Color 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的話 是 X L None 好 這樣OK了 那執行當然也是會比較快啦 不會說一個一個慢慢清 執行效率 快很多 OK喔 那請各位試試看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其他不行 因為其他個別 每個還是要做判斷 所以不能夠 用剛剛的那個Range方法 所以請各位試 如果做一樣的事情 你用Range 如果做不一樣的事情 可能還是要一個一個Sale 慢慢去判斷 試一下 所以剛剛 前七米的部分 做出來都要列表 OK 試一下喔